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希腊国会大选结果出炉 凡准结得激进左派联盟胜出 但未获得国会过半席次必须组成联合政府 外界忧心 希腊未来可能倒债并且退出欧元区 引发欧洲金融市场动荡 也使欧元进一步贬值 甚至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债台高竹的国家 产生鼓舞作用 引爆新的欧债危机 希腊国会大选遍天 最大的反对党基金左派联盟 一如选前预期 横扫国会席次 投票日当晚 左派的支持群众越来越嗨 一边看开票 一边欢唱 开心迎接新的政治气象 执政党保守新民主党得票始终不见起色 落后对手将近百分之九 现任总理萨玛拉斯见大势已去 承认败选 恭贺激进左派联盟领袖齐普拉斯 成为希腊首位激进左派总理 也是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 祁普拉斯今年才40岁 他所领导的基金左派联盟 这次选举在国会300个席次中 拿下至少149席 成长超过一倍 显示祁普拉斯选前打出蓄留欧元区 反对财政准结 与欧盟协商 勾销债务等政策 获得希腊选民共鸣 希腊大选结果牵动欧洲经济 左派联盟大胜的消息一出 欧元大扁台币升值 台经院分析指出 希腊大选影响欧元区利空出境 可能带动热钱进入亚洲 加上欧洲央行宣布量化宽松 对台股都有正面帮助 中央社综合报道 年轻世代参与政治又有大动作 闪灵乐团主唱Freddy 林长勇 和公民组合的执行理事林峰正 联合成立新政党时代力量 投入2016立委选举 也许第一步 我们希望到三月底的时候 能够招募到十万的支持者 第二步 我们希望支持者可以推荐 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台湾社会这两年来 这个社会力很蓬勃 很多很大的这个社会运动 都号召了几十万人 然后去年底大家也看到 这些社会力透过选举 大大的改变了政治反途 这些进步的力量正在 改变这个国家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把这些进步的力量 凝聚起来 Freddy和林峰正发布创党消息 作家冯光远和洪仲秋的姐姐洪慈英 虽然不加入时代力量 也到场站台祝福 参与政治是我们到最后发现 必须要投入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只等待 别人来规定事情 来恩准事情 那我们一旦被剥削 被羞辱 那个是否该的 那如果不想要这样子的对待 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台湾就是要真的走到民主这一条路 其实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那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站出来 然后实际的去付诸 就是行动来 就是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理想 时代力量目前创党人员 有30个人 没有人以党主席或是干部自居 规划由党员投票选出干部 和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选 标榜透明开放参与行动 和台湾现有的两大政党 做出区隔 Freddy表示 时代力量化社会力为政治力 动作会很快 近年来明显感受到 民进党在社会运动上 有点跟不上 期待民进党跟上社会的脚步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回应 赞传台湾发展多元政党 小党也能代表社会的多元声音 民进党会保持友善合作的空间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台北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为您报告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由克林伊斯威特指导的新作 美国狙击手改编自真人真事 描述美国史上最致命的狙击手 Chris Kyle的故事 北美上映首周就创下将近新台币30亿的票房 台湾则开出将近3400万的佳击 饰演男主角的Bradley Cooper 更因此连续第三年获得奥斯卡提名 入为最佳男主角 不过Chris Kyle本人究竟是英雄还是诺夫 在电影上映后引发热议 我必须问这个问题 你忽略有任何准备的事吗 没有 没有 Chris Kyle曾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指出 基于保卫自己的弟兄 他不后悔任何一次狙击行动 不过以拍摄奉刺时事纪录片文明的导演 麦可摩尔评论 他舅舅就是在二战期间被狙击手射杀身亡 狙击手只会在背后放箭 是懦夫而不是英雄 名嘴出任务导演赛斯罗根则影射该片 抄袭纳粹电影《恶棍特工》里 有关纳粹狙击手的相关情节 洛杉矶一面广告看板更被喷上谋杀字眼 引发热烈讨论 当然也有力挺的声音 像是知名环保记者帕弗利奇 用简短一句凯尔式英雄就这样下了注解 狙击手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未有定论 但美国狙击手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和最佳男主角等五项提名 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央社综合报道 香港歌手邓紫棋一席帅气竞装配上性感马甲 从太空舱现身 进歌任务展开马来西亚演唱会 邓紫棋大展歌唱实力 演唱《存在》 邀出魂魄招牌高音 现场超过两万名本司 举着荧光棒大声嘶吼 热情回应他 全场嗨翻天尖叫声不断 连邓紫棋都不禁笑着说 甘拜下风 太棒了 我已经有应感 今天晚上会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演唱会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出来的时候 有观众是那么那么的大声 厉害 演唱会上邓紫棋除了大秀歌喉 更弹奏电吉他 打鼓等乐器 展现多样音乐才华 邓紫棋还透露 不只对歌迷的热情印象深刻 也爱上大马美食和热带暖呼呼的天气 还有就是你们这里的榴莲 还有就是那个肉骨茶 可是除了吃的以外 我们非常喜欢你们的天气 因为现在香港那边很冷 我来到这边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邓紫棋感慨地说 相较于现在演唱会的盛况 刚出道到马来西亚宣传时 道场观赏的民众只有20个人 歌迷马上举起音乐道路 与你同在的力排表示支持 让邓紫棋大呼感动 装饰记者 郭朝和 集合报道 一大新牛队球员高举气弹枪 目标期待其他中职三队拿下总冠军 开训仪式上球团宣布回归大本营高雄 争取任养澄清湖棒球场 营造高雄资场气势 第一个优先的方案 希望60场都在高雄做全资场 那么第二个方案是 在高雄有45场 台中有6场 台北有9场 新球季开始 几位球员的薪资也跟着看长 队长胡金龙 罗嘉仁和林一泉 三人月薪突破新台币50万元 其中林一泉是全队最高薪 他过去六年拿下三座年度MVP 未来十年希望缔造生涯百道 因为大家都百红百道千安嘛 我如果百红千安少一个百道 也是觉得有点遗憾嘛 那就给我十五年到十年的目标 我一年跑个十次啊 就希望三队的捕手就手下留情 一大犀牛队去年主场观众人数垫底 球团今年特别扩大行销团队 并深入地方基层挖掘潜在球迷 希望在星球季炒热票房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高雄报道 谢谢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波兰的奥斯威星集中营 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大本营 在1942到1945年间超过上百万人在这里被杀害 今年是奥斯威星集中营解放70周年 波兰政府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将举办仪式悼念受害者 并且请幸存者发表谈话 见证集中营的罪恶 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乌克兰等数十国政要都将出席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我还不要说 今早晨 我还会不会 乌西新闻资讯台 我还会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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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想 我们还会对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